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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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个规律 我们通常在电视上 屏幕上看到的很多喜剧明星 在生活中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其实第一 不太爱说话 第二 没有那么搞笑 第三 可能生活中性格是偏安静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反差特别特别大 我不知道龚翰林是不是这样 反正从屏幕上我们看到她 总是能够带给我们那么多的欢笑 但生活中她的形象却符合刚才我说的那个标准 就是她瘦瘦的 看起来挺安静的 感觉可能话没有那么多 很有意思 她大学学的专业是哲学专业 觉得哲学人会特别愿意思考 可能偏愿意思考的人会有一些理性 可能会有一些内向 有些腼腆 话没有那么多 看看她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今年对于她跟她太太很特别 她们俩今年是结婚三十周年的日子 挺漫长的一段人生了 等一下我们欢迎她们一家人 她是家喻互想的喜剧明星 娶异舞台上的长青树 你嘴里长得我自己个儿的鼻子下边我都愿意唱 那对 长得猫腻的下边就扑你嘴了 那对 你看多不多管 你看大不大拍啊 我看你 啊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 油腻的 打这样 手擀面确实很劲套 自1990年起 先后17次 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连续三届 获得春晚小品一等奖 6月6 6月6 6月6啊 6月6 舞台上的她 幽默风趣 多彩多艺 舞台之外 她又将如何诠释 艺术的生活 生活的艺术 今天 她将与您分享 从艺34年 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 有请龚翰林 龚翰林老师 欢迎龚翰林大哥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严肃 好 第一个问题 说 你胖过吗 没有 你一直是这样 最胖的时候 我倒是有过记录 114斤 说这话应该是1976年的事 1976年我开始下乡插队 做知识青年 那个时候我的体重是最重 114 你有多高呢 1米72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我算了一下 就是1公分 大概是2斤 我那个时候体重最重 而且呢 我的这个进餐记录也是最高的 那个时候我吃得最多 现在我弄明白了 要想让自己胖起来 一定要吃 但是我实在是吃不起来 这个不怕大伙儿笑话 金猪在家对我进行过饲养 真的真的真的 是按照这个 这个这个 饲养小猪杠那么饲养过 说吃完了你就别动 你躺在床上 结果1月之后 我还是原地不动 他就不饲养我了 我一般总觉得 就是很多喜剧演员 在生活中 其实真的是反差很大的 跟在屏幕上 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是属于刚才您表述的那种 我说的那样 对对对 生活当中 其实我很安静 我很安静 如果呢不了解我的人 大概不太清楚 我私下底下就是 基本没有声音 和我的体重成正比 没声音 就是身清如燕嘛 真的没声音 我会在家里边安安静静地 可能宅一天 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动静 无非是看看书 看看报 或者是写点东西 做自己做的事 但是都是 不是那个很剧烈的运动 一个人怎么可以 反差那么大呢 你说 当然我明白 舞台上那个人 是他的舞台的表演的角色 生活中是生活 对 但这样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反差太大了 一个洞如脱兔 一个静若寒蝉 哪个才是真实的龚汉林 从相声演员 到喜剧孝心 龚汉林如何完美推演 沈阳曲艺团 又开始重新组建 他们开始招人 考试考上了 但是我去不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年 我又去了 我又考上了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 1988年底 就是我跟赵本山 我们演的这个十三香 那是我最辉煌的年代 就是1988年 我说相声 从第一场开始 因为你最年轻 你就要开场 你是那个电场的人 开始说 说着说着 我就变成第二场 再说着说着 变成第三场 再说着说着 一直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明白吗 压售了 终于做了你想做的事 站到你想站那个舞台 对 那时候你明白 观众那个掌声 带给你的那种 刺激会有多大 哎呀 疯了一样嘛 就是梦中都会 被观众的掌声惊醒 嗯 从相声到小品 第一个小品 就刚才我们开场 看过小段 1988年 1988年 十三香 十三香 就那你突然明白 这个小品也能够 带给我跟相声一样 那种掌声 那是我最辉煌的年代 就是1988年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 1988年底 就是我跟赵本山 我们演的这个十三香 那个作品的威力 如果用TNT做当量来比 TNT最大的炸弹 也比不过小品表演之后 获得的那种炸弹效果 那个是原子弹 虽然没有人认识我 叫不出我的名字 十三香 看着我的人 基本上都可以 脱口而出 十三香 十三香 你就是那十三香 满大街十三香 这个是我始料不及的 现在看看那十三香 可能有点久远了 画面会不太清楚 对对对 很老的 赵本山小品 处女座 首位大大 看爆 看爆 法子爆 故事爆 内容丰富 中看中看 大家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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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汉林有何特殊记忆 那是我人生当中 演的第一次表演小品 也是本山第一次 脱开任何唱表演小品 象征大师 唐杰中入世弟子 龚汉林 缘何得到恩师青睐 龚汉林这个人呢 对艺术认真 严肃 精益求精 不能说是亲如父子吧 这一家人一样 与好友潘长江首次合作 为何节下三十年庆家庆 我俩睡在一个被窝里头 所以我们俩属于一见如故那种 一见重情 鲁豫有约 说出你的故事 为您讲述龚汉林的小品之路 精彩稍后继续 看报 看报 法子报 故事报 内容丰富 中看中华 大家快来买 你还不想聊 可以看一看 同志 我买到 你要啥报 一个是沈阳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一个是铁领艺术团二人传演员 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让古汉林和赵本山 携手走上小品之路 设计的 istedi 短短短小段 小段 十三箱 其实我们排练的时间并不长 我记得本山到我家去了两个半天 我到他演出的剧场去了一个晚上 然后我们就到了辽宁电视台住地 排了一个晚上 整个加起来要讲排练的时间 大概只有两天 然后就参加审查和表演了 真的让我们始料不及 那是我人生当中演的第一次表演小品 也是本山第一次脱开任何唱表演小品 这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合作 那个时候我们俩才开始认识 我演完十三强之后 很多人建议我 包括黄虹说 汉林你应该接着来 你别把十三强放下 你应该延续十三强 我没有 我第二年演的是对凤 就是跟盘长江演的那个 哎呀胡老板 香港来长途了 晚上八点呢 切得 哎呀 哎呀 你这儿呢 哪儿呢 就这儿 哎呀呀 哎呀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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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愿意去 尽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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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 我怕观众反感 就是观众老看你那样一种状态 都觉得没有意思了 第二 我觉得从自我自身角度来讲 你应该对自己有所改变 也就是说让你去适应各种不同的角色 而不能让角色适应你 那不叫表演了 我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分门别类地摆出几个状态 几种样子 你比如说十三香 然后对缝 然后打麻将 这三个本身就是截然不同的三种角色 而且方言也是不一样的 表演形态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跟赵老师演的也是如此 你比如说如此包装和打工奇遇 可能表演形态上有相似的 都有唱 都有动 但是人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自1992年起 赵立荣与龚汉林先后五次搭档 登上央视春文舞台 舞台上的他们或挥鞋或动情 母子搭档的形象深入人心 受到亿万观众的追捧与喜爱 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 不能是那个样子 应该是这样 六月六 六月六 六月六啊 六月六 你就像那一把火 是这意思 青青火焰燃烧了我 哎呀 就是这种感觉 从初次见面的一见如故 到日后龚汉林口中的赵妈 赵立荣一直是龚汉林 喜剧艺术之路上的 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生导师 我们都被观众接受 第一 感谢相声 第二 感谢小品 第三 感谢我自己理性的选择 多感谢人的话 第一 少与龙老师 还是唐建中老师 我们先来听听 唐先生看对您有一些什么评价 还有一位圈中好友来看看 中央台在大连搞一个西岗辈的相声大赛 龚汉林那个时候在西岗辈的大赛当中 演出了一段相声 叫《胳膊孤》 这个当时就有人介绍 一个是龚汉林的搭档叫杨瑞库 还有评委 相声作家 林春明帮我介绍了 说龚汉林 你看你收他为徒弟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收不着徒弟 龚汉林这个人对艺术认真 严肃 精益求精 你别看他说相声 他在相声当中的演出 他是从人物出发 都是贫嘴巴舌的 他非常聪明 也是全才人 在演出上是没得说的 所以他的全才 这个戏剧 创作 小品 电视 电影 他是都从人物出发 对人也特别好 这个人缘也特别好 在团结同志上 是对前辈 艺术家上 都是非常尊重的 应该我们就不能说是亲如父子吧 这是一家人一样 我希望有机会 我跟汉林在一起合作一段相声 我们俩是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就很喜剧的 一个像烤鱼片一样 一个像像土豆袋一样 就是一个咕噜来咕噜去 一个一侧身 门缝能挤进去一个人 我们俩合作过很多次 我们俩无论演什么样的作品 我们俩之间从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矛盾 因为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了解他的表演风格 他了解我的表演风格 让我们俩能够建立这么好的关系 是1989年 辽宁电视台的春节联合会 我跟汉林演了一个对峰 我们俩之间也庆着 因为我是 他是谁杨的 我是铁领的 按理说他应该 录完相之后就应该回家 但是他没回去在那陪我 我们俩睡在一个被窝里头 我们俩就闹聊 挺激动的 因为我们俩的小品当时演的是在现场 火的我们俩都吓一跳 所以我们俩属于一见如故那种 一见重情 后来辽宁电视台又拍了一次 一个元旦晚会 是春节晚会 那个香歌 香歌也就有四五年五六年吧 我后来再香歌几年 我们俩才演的 综艺大观求求你 完了再有之后就是 你一个人你差不多 同桌的她 是春节晚会 我们俩又一次重逢合作 那如果有合适的作品 有合适的机会 有合适的平台 包括春节晚会 我们俩肯定会再次合作 有朝一日 我们俩在八十岁的时候 如果我们俩还能记得度词 能演得动戏的时候 依然还会在一起合作 一辈子 其实都是演员 生活中除非真的有合作机会的话 也不是常能见面的 对 是吧 往往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 难得有合作的机会 难得有合适两个人的作品 真的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你大学 学的专业是哲学的时候 我觉得你挺符合 我心目中对一个哲学家的 就一个固有的 一个形象的定位 我觉得就应该长得像你这样 因为我觉得哲学家 他老思考 老思考废脑子 老想很瘦 就是你这样的 一个哲人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我觉得 天哪 我和鲁玉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我要纠正一点 其实我所谓的大学 是当时的沈阳第二教师学校 现在是沈阳大学 我当初恢复高考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下乡知青年 我当时考的第一志愿是辽宁大学 我当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但是它其中有个规定 因为那个时候学生宿舍特别特别少 因为高考刚恢复 大学也刚刚恢复 我被录取为走读生 他这个要求 我现在想有点过分了 他说你必须是沈阳市 辽宁大学所在区的人员 你才能够进这个学校 但我不是那个区 辽宁大学在沈阳市的黄姑区 我是在和平区 我就属于不符合它的条件了 结果我就没有去城 没有去城 我当时是真的很郁闷 后来过了多长时间 我又收到了第二教师学校的通知 我一看政治专业 我当时就决定不去了 那个时候因为大的背景 在这之前十年浩劫 大家都知道 中国那个时候就是只搞政治 不搞别的 所以大家都已经开始 对政治产生厌烦的心理了 我一看这个专业我就不去了 但后来我的妈妈 我的父亲一再要求我去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下乡插队 如果我不回来念书 我还等于是在农村 所以就是按照父母的要求 我就进了沈阳市的第二教师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大学 学习的政治专业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些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这是我最主要的主修的课程 其他还有一些选修的 就是国际供运史 共产党史 还有逻辑学 心理学等等其他一些选修课 就在那一直学下来 那四年你过得觉得好玩吗 快乐吗 也不快乐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 对政治已经有一种厌烦的心理了 你回到学校 我听听课程有意思啊 都是什么哲学 对 心理学 其实是有意思的 没意思 特别枯燥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你学任何东西 一定要理论 联系实际才好 但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和实际相联系 因为有很多客观的原因 和大的社会背景 我们联系的方式 就一定会有偏差 你不敢实事求是的去 说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才刚刚提出 真理就是检验 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这是当时才提出来的 那个时候在学校 在这方面 还有很多的 不具备的条件 所以你很难联系实际 因此学起来 就是理论到理论 就很枯燥 但是你能够从农村 下乡那个环境 一下到大学里面 那个飞跃是很大的 一往西 争容岁月 青年突击队长 这体格青年突击队长 我们每一餐菜 只能是高粱米配白菜汤 那你心里 那个希望在哪呢 希望就是 我争取在农村 扎根一位子 与夫人金珠 一同走过风雨三十年 龚汉林有何婚姻宝典 女人是海 男人是山 我一直把她比作 太阳 我才是月 三十年前 自制潮服 现场展示 惊艳全场 一个女演员 穿了一件 非常漂亮的连衣裙 我就凭着这个技衣 给她做成这样 我自己的T恤都自己做 自己的半袖衫 就是我当初 年轻的时候 穿的服装 和社会上 一点不搭杠 鲁豫有约 说出你的故事 为您讲述 龚汉林的青春岁月 精彩 稍后继续 1976年 19岁的龚汉林 和众多青年一样 上山下乡 那一年的她 插队农村 生活平淡 却有着属于她 19岁 单纯的快乐 1977年 由于中断了十年的 中国高考制度 得以恢复 正是在这个大的 时代背景下 和龚汉林一样的 下乡之亲 才有了从农村 回到城市 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那如果当年 你没有高考 你就在农村待一辈子 能待得住吗 能 我那个时候 是中共预备党员 是青年突击队长 这体格青年突击队长 不得了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选我 当青年点的 青年突击队队长 我有一股韧劲 没有他们想 你这样的人都突击 还有谁敢不突击呢 那个时候 我还真是跟人家 相比较而言 无论是平方面积 立方体积 人家都大了好几号 我实在是 从体能和体量上 没有办法和他们超越 但是在时间的概念上 我真的超越他们了 就是你比如说这一年 有很多的青年 去了三天 五天 就想回家 因为农村太苦了 真的太苦了 我从来没有过 我下乡 就是一个猛子扎进去 就没有回过家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 除非到了放假的时候 我才回来 青年 我想多说两句 就是现在的青年人 真的是太幸福了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太痛苦了 第一 吃的东西 你们很难想象 我吃的就是青年点的粮食 喂猪猪都不吃 就你们可能不信 就那高粱米啊 已经发霉了 但是你不吃它 就没有口粮 你只能吃这个 而且里边经常有高粱壳 就那壳子 就米啊 没磨镜 这是第一 第二 吃蔬菜的时候 几乎没有 虽然那是农村 但我也搞不懂 那时候农村怎么就 没有菜吃 我们每一餐菜 只能是高粱米配白菜汤 所谓的白菜汤 基本上是汤在前 菜在后 应该叫汤白菜比较合适 就是这一勺下去 几乎全是汤 能有两片菜到三片菜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所谓的 有的时候我们吃炒饭了 说今天吃炒饭 什么概念呢 就是把焖好的高粱米饭 重新放在大铁锅里边 撒上盐水 天凉八火 让它加热了 这就叫炒饭 没有油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 青年就很难在农村坚持 但我还真是 一直咬着牙挺下来 你心里不觉得苦吗 没有 那时候觉得是 想用毛主席的号召 我觉得很光荣 那你心里那个希望在哪呢 希望就是 我争取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你知道什么叫扎根一辈子吗 就是一辈子不回来嘛 就你准备好 我家人在这儿结婚 娶妻生孩子 结婚没想 不是你扎根一辈子你 不是 那个时候你不能想 男女青年的事 那你思想不干净 我为什么能够被发展 要预备党员呢 就思想很纯洁 人家怎么知道你想什么呢 表现啊 想不想跟表现能看出来吗 见着女同胞不说话的 你们那儿有女的吗 有 也有往身上扑的 是吧 但是我是这样的 表现很好 那个时候的人是真的就那么单纯 还是说在那个环境里边 我觉得两个方面 第一 那个时候的人真的不复杂 就是社会大的环境也不复杂 所以人就会变得很简单 大家几乎人与人之间很少设房 现在你不设房不行啊 现在是房不生房 那个时候基本不设房 大家都很简单 这是其一 其二 大的社会背景 也就是文化政治的色彩 使每个人变得 让自己有一道比较原则的底线在那儿 所以大家都遵守这样一个规则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讲 你要遵守游戏规则 在那个社会背景下 大家遵守的是那样一种规则 因此人与人之间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态 可能以我们现在的标准 看当时的生活没法过 但那时候人未必不快乐是吧 真的很快乐 我记得就是最快乐的就是 到秋天的时候 到秋天的时候就玉米下来了 大家可以吃点新鲜的玉米 就很幸福抓狂 现在叫抓狂 那时候看到玉米 啊啊啊啊 是这样子 现在看着玉米 啊啊啊是这样子 那不一样的 能吃到玉米 能吃到新鲜的花生 能吃到就是刚打下来的黄豆 哎呀那都不得了了 跟过年一样 但你还是回来高考了 说明你内心还是有一种 对别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期盼 没有 是我妈妈和父母的要求 你自己不想高考 我当时真的不想 我们青年点到什么程度 就是眼看着一天走一波 一天走一波 人几乎走霉了 你也不动心 我也没有 我还在坚持呢 什么样的机缘 让下乡之亲 古汉林完美蜕变 就突然间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又让我重新燃起了心中的那团小火 我基本上是属于内心不安分 我经常是在全校慧眼的当中 把他们PK下来 龚汉林夫妻搭档 小品表演 斗乐全场 你让大家看看 我都这模样了 我像是一个生活很幸福的人吧 回家说 对呀 我敢吗 吓了我的狗眼 吓了我 鲁玉有约 说出你的故事 为您讲述 龚汉林的喜剧人生 精彩稍后继续 那个时候呢 我们大队才有一部电话 我就老听着广播响了 说第五小队的知识青年 龚汉林赶紧到大队部接电话 我一去 一般都是我母亲 要么就给我写信 那时候基本上的这个 所谓的通讯联系 电话都不是主要的 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写信 我就经常在一星期之内 会收到我母亲寄过来的三封信 就频率到这种程度 就是让我赶快回去高考 周围的邻居的孩子 现在都在家复习呢 你如果再不回来 就不敢烫了 就来不及了 我是离着高考 正式高考 头半个月 才回到的家里 但是当我回去之后 我真也是 就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你这个是那样的 你这个事你不干则已 你要是干的话 你会非常努力 玩命地去干 你哪那么了解我呢 通过你刚才描述 我觉得你可能是这样性格的人 不 我们这样身材的人 我们这样身材的人 对 我也是这样 没错 就是本来没想高考 但真的既然我做的话 那我就玩命去试一下 对对对 半个月 基本上就是看书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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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说你就看书 吃饭 你不睡觉吗 真的不敢睡 不敢睡觉 因为就觉得 如果我浪费一丁点的时间 我可能就在 最后那一时刻 被淘汰 就有这一种紧迫感 基本上所谓的睡觉是什么呢 在看书 自己就是不知道的状态下 眯着了 是这样一种状态 可是你那时候 你明白我心里喜欢的是什么吗 当时你应该明白 我其实是喜欢舞台上 那个感觉的 因为我爸我妈是做那个的 我其实看到过 我知道那个文艺 能带给人多大的快乐 跟魔力 那个时候 我在这之前 就很小的时候 就受父母的影响 我父母也是做曲艺的 是谁呀 曲艺团的演员 我受他们影响非常深 小的时候就是已经爱好 所谓的艺术或者是文艺 已经开始喜欢了 但是我性格比较腼腆 所以到现在 也很多人也弄明白 说他这个性格 会做这样的演员 大概有点想不通 经常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状态呢 就我母亲 我父亲他们出去演出 带着我到全国各地走 我会 每当我不跟他们到 剧院剧场去的时候 我就会在家里边 自己一个人 房门锁着的 我就开始给自己扮上 用毛巾 用床单做戏服围在身上 然后自己用纸板 弄一个关帽戴在头上 哼哼哑哑自己 自己自娱自乐 当时没有可能去考 一个专业的艺术团体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 跨越大学直接去 因为那个时候 我受过两次挫折 就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记得福建军区 还有个沈阳京剧院 到我们学校来招生 这两个艺术团体 都看好我了 就是由于过去叫政审 政治审查 就是把你家祖宗三代 都要捋一遍 因为我父亲 我母亲是搞取义的 那个时候 不管你是哪一行的 所谓搞艺术的人 基本上都是牛鬼蛇神 就被扫地出门的 所以我就不属于那种 根红苗状的材料 因此这两个艺术团体 到了最后政审阶段 我都被淘汰下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 对我还是有一定伤害的 那个时候很小嘛 我记得是上小学一次 上中学一次 这两次 我就对这个所谓的艺术 就有点距离了 但是从内心 还是很热爱的 大学你没有登台的机会吗 有了 如今的喜剧明星 当年如何成为 大学校园里的香伯伯 我和他们都不太一样 我穿的就比较格色 所以回头率很高 啥啥啥啥啥 经常背后被女同学议论 出身取义世家 奈何从艺之路 坎坷无比 沈阳区域团 又开始重新组建 他们开始招人 考是考上了 但是我去不了 这是第一次 第二年 我又去了 我又考上了 你所有的那种 勤杂工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你都做 把我骗了 大学你没有登台的机会吗 有了 你怎么那么会问呢 因为有过大学经历的人都知道 一般大学就是 即便在那个年代 文艺生活应该也是很丰富的 就是你看 我在下乡插队的时候 就已经远离了 和艺术一点不搭尬 根本不搭尬 但是后来我干活很努力 又是青年队长 夏乡应该也有机会啊 东北不至于到那个冬天 大家都什么二人转什么的吗 有 但是我从来不参与 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 由于那两次的经历 就是孩子心里就有阴影了 我就距离他 就不和他沾边 而且也不外露自己 也不表现 我会唱歌 或我会怎么样 我也不表现 只是一门心思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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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贫下通通再教育 劳动 劳动 做得很好 但是我写字写得很好 经常出一些板报啊 什么的如果写 后来大队就发现这个事了 就把我调到大队部 让我做文化宣传这一块 写写画画什么的 后来考到这个教师学校之后 又开始 但是我发现了 学校的状态和农村是不一样的 是很活跃的 尤其是刚刚经过粉碎四人帮之后 这批年轻人的思想在爆发 他们的思维方式在转变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在提高 就突然间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又让我重新燃起了心中的那团小火 尤其我们学校还有这个艺术班 就是专门唱歌啊跳舞的 有这样的艺术班 我学习也很好 艺术这一块也很好 在学校里边经常是被所谓的观众对象 因为爱美嘛 年轻人哪有不爱美的 穿着打扮 过去呢 大家穿的衣服基本上都类似 都一样 不是蓝的 就是灰的 要不就是黑的 要不就是均绿的 大概就这几种颜色 我和他们都不太一样 我穿的就比较格色 用当时的话讲叫奇装异服 所以回头率很高 啥啥啥啥啥 经常背后被女同学议论 其实呢 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我用余光都扫到了 但是如果有漂亮的女孩子 我会多看两眼 你能形容一下 当时你的所谓奇装异服 是什么样的打扮 我在七八年 你看七八年 我穿猎装 就打猎的那种 猎装 是蓝色的和棕红色的 那个年代 壮色是吧 就今年这两年 它流行的壮色 对 蓝色 我接近三十年前 我就是现在的流行色 所以我是很时髦的人 大家再一次鼓掌吧 真是 为什么 我想跟您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穿成这样 因为我有个方便条件 我母亲和我父亲 在沈阳曲艺团 由于文革那样一个大的背景 他们所有的演员都被下放了 就是曲艺团被解散了 就是文化艺术不存在 因为你们是牛鬼蛇神 就都给发配到各个工厂 我父母就发配到服装厂 他们这服装厂又 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刚刚改革开放 就开始给外国加工服装 我有这个先决条件 所以就是给外国发的那些服装 有一些就作为福利 卖给本厂的职工 或者是作为年终的一些奖励 给所有的职工发下去 所以我就经常有这样的 给外国人穿的衣服 所以大家就很奇怪 说他在哪儿弄的这些衣服 我确实有这样一个方便条件 因此在学校里面就 算是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不敢说亮丽 那时候就不和谐的风景 奇葩 奇葩还可以 奇葩 奇怪的葩 不是说艳丽那种奇 新奇的还不是 我就觉得大家可能看我很奇怪 但是确实实 我个人现在想 他们内心一定有羡慕的成分 你说你大学时候 那团火已经被又点起来了 艺术之火 对 我知道 已经被点 我没说别的 已经被点起来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 当然可能年代不一样 我是完全按现代人的思考方法去想的 我会 我喜欢这个 那我还是要尽力地往那去尝试一下 但可能那个年代 这样的选择的机会是太少了 你只能是按部就班的 到我的那个体系里面去 错了 我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虽然成绩比较好 但是我基本上是属于内心不安分的人 我说我所谓的不安分 我记得我第一年放暑假的时候 回到沈阳了 我当时就去参加沈阳区域团 又开始重新组建 他们开始招人 我就去考试了 当时就考上了 考试考上了 但是我去不了 为什么呢 人家要 你是哪个单位的 要必须有这个单位出示介绍信 我就回去跑到学校跟学校说 学校说你做梦 你怎么可能呢 你现在在这学校还没有毕业 你怎么能去考其他的地方呢 我退学可以吗 那时候没有退学 这一说 这是第一次 我就明白了 不让我考 那我就等 第二年 那个区域团又招生 我又去了 我又考上了 又考上了之后就说了 你考虑 这第二次了 如果第三次你再来不了的话 我们就招生这一块就结束了 因为他第一年 他就没有招到说像的演员 我这两次都是因为说像 把我考进去的 第二次也是这样 我又跑到学校去 因为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 就对我很熟悉了 因为是一个所谓的活跃分子 经常在舞台上学校校庆的时候表演 他们也受到了感染 觉得这个孩子具有艺术的天赋 当时的校长 我记得叫刘兴东 刘兴东 刘兴东 就说 你的情况我也知道了 你这是第二回了 学校会考虑的 会考虑的 你这样吧 等你毕业实习的时候吧 现在是不行 所以教师舰也不能给你开 完了 后来我就等到毕业吧 结果到毕业 我再跟学校谈的时候 学校说 还是刘教掌 这你就不能跟我谈了 你的答案我们都送到 你们和平区教育局了 其实学校是把我骗了 在我毕业的时候 我最后是辞职 辞掉了教师的职务 毅然而然地走进谁样取一团 把所有的工作关系都不要了 工资关系也不要了 我知道你所有的那种勤杂工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你都做过 当然 幕后的 拉木 七茶倒水 伺候老先生 这个活儿就是很正常 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没有抱怨过 因为你选择 你不管你是在什么样一种状态下 当你选择了你希望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所有的人生经历都要给予它 你的不抱怨是我忍着 还是我是快乐地不抱怨 快乐地不抱怨 那为什么要抱怨呢 那你要抱怨的话你可以不来 不 我来是我要上舞台去表演的 我不是 要考虑到实事求是 我虽然就是 我的概念是 我是希望一直是我最好的那一面 但是我做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讲踏实地 是用手里的东西来说话 来迎人 我到了沈阳曲艺团 我所演的节目都是我自己创作的 我几乎就没有演过别人给我写的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人也不给你写 因为你是一个小演员 你刚来的 怎么会有人伺候你呢 它不存在 所以你只能自己写 而且我们团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 就是每年搞两次笔会 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有的同学大概不了解 相声这个行当里面 就是老艺术家这一代 有的读书不是很多 就是他们当初学艺的学徒 都是口传心受 师父说 他听 或者他看师父表演 逐渐逐渐 是这样学下来的 没有自己形成一种创作的能力 或者说他们的创作 也都是根据社会上的一种现象 都口述出来的 很少落实到文字 好在我 就是有文化作为基础 我的节目都是自己写 自己创作的 因此每次开笔会的时候 别人如果有一个节目 我会拿两个 别人有两个 我会拿三个 我从来没有落后过 这些你觉得是不是一眨眼过去的 很多 现在想想很多 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弹指一挥间 我现在56 就是弹指一挥间 真是 刚才说这些话 大概都是在二三十年前的事 可是回过头去看 似乎又在眼前 就这么快 一眨眼的功夫 要是中国有些老话特别有意思 一眨眼就过去了 真是一眨眼过去了 弹指一挥间 真的这时间真的就没了 灰飞烟灭 你再想回到那个状态 再想回到那一段时光 只能凭着我们的记忆 和留下来的影像 因此过好每一天 把握每一个时间节点 对年轻人真的十分重要 大家不要抱怨你现在如何如何 等将来你会想到 今天这一时刻 是你最幸福的那一环节 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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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